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用不了多久 怎么说呢 就是一本万利吧 七十八分 什么 那我的钱呢 全拿水漂了 那可是我的血汉钱 以后还这么活呀 还我血汉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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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让我把所有的钱财都交给他 到时候可以白衣无束美女如鱼 到现在一两银子都没还给我们 还要我们拼命帮他打江山 太剥削我们的劳动力了 你一定要报关他 一定要报关他 这人太剩了 爱丽 三弟 你们别瞎说 如果再这样 钱我就真的一分都不还了哟 大哥 我们错了 卧槽 果然欠债的才是老大 知道错就好了嘛 下次不要再犯了 下去吧 对不起 我还得去采访曹操 告辞 等一下 你有没有听说过刘备 抓而是买人心 啊不 是感化人心的故事 完全没兴趣 告辞 当时的情况是这样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干嘛非要跟我讲啊 主公 我赵子龙七进七出 中统战场上 把你儿子救出来了 为了你 击损我一员大将 主公 我愿意一生一世 为你做牛做马 少云就这样 被我生生的所打动 虽然他现在还在考虑 到底是为我做牛 还是做马 你这个骗子 事情根本就不是这样的 事情的真相 是这样的 主公 我赵子龙七进七出 中统战场上 把你儿子救出来了 阿斗可能根本就不是我的儿子 什么 你竟然说阿斗不是你的儿子 你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我一直为世界在外奔波忙碌 离在家 就不会空虚寂寞冷吗 不会又去找其他男人玩耍的冲动吗 我对你一心一意 你凭什么怀疑我 凭什么 我乃汉式后裔 拥有最纯圣皇室曲统的男人 我就没有权利注意一下吗 怪我当时瞎了狗眼 嫁给你这种人 我长得这么帅气 嫁给我有什么好后悔的 要瞎 也是被我帅瞎的 哼 对了 阿斗长得一点也不帅 那么难看 肯定不是我的儿子 长得难看才证明是你儿子好吧 你看阿斗那套性 一天到晚就知道哭 还不是跟你一模一样好吧 血口疯人 我哪里一天到晚就知道哭了 别人不借给你逼你就哭 别人不害成为你 别人不送你去世你还哭 你的江山是你哭出来的 你知道吗 哪里一样 我哭是为了让对方为我感动 为我卖命 阿斗哭 只是饿了想吃一下奶奶 我的情节明显高多了好吧 哭就哭 有什么高低情节可分啊 就是有就是有 就是有 哼 你没有高超的武艺 没有过人的计谋 你只有过去一个技能 作为男人 你好意思吗 我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呀 你们慢慢吵 我还得赶紧去采访曹操呢 不行 你不能走 你到底要怎样啊 你还没有答应让我做三国演艺 最正面的角色呢 你烦不烦 你再不放手 小心我对你不客气 其实 我是为了江山设计 可以放弃爱情的男子 怎么样 伟不伟大呀 你伟大你的 干嘛保保我呀 为了江山设计 我都不惜和他离婚 明明是你洗洗烟就抛弃我 我让你知道 好漂亮啊 祝国君生 我一定要娶她为妻 周公 你的审美有问题吧 这也太女汉子了 而且 她是吴国孙玄的妹妹 是蜀国的死敌 成亲是不可能的 我不管我不管 我就是要娶她 我就是喜欢她嘛 君生 你那么厉害 一定会想到办法帮我的 对不对 你为了娶她 不惜做人倒插门 还有脸说自己伟大 胡说 我是为了两国友好关系 才嫁给孙上香 不 才到吴国娶孙上香的 要不是为了两国关系 我才不会娶她呢 你说什么 这不是你前任夫人吗 你不是把她修了吗 她来这里干什么 你听我解释 我 让你说我坏话 让你说我坏话 你在玩什么 你嫌吗 你听我解释 我去杀了你 你们能不能给我送网 我还得敢着去采访曹操呢 你都吃到这么久了 就不怕曹操生气 看你的头吗 看头 你是在故意看我的吗 我叫陆冠忠 总之 我今天被迫采访了刘备 可是 我该怎么写呢 我是真有事啊 我真有事 等一下 等一下 不行 你不能走 能不能给我送网 就不怕曹操生气 看你的头吗 没事 只要你把我形成最正面的角色 我一定会好好保护你的 刘备是个爱你如此的人异君子 虽然爱哭 但心地善良 宅信任后 对兄弟 肝胆相当 唉 没想到像我这么优秀 又原则的创作者 也有出版灵魂的手 下一次要采访谁呢 曹操 我不是爽云得罪他了吗 他可是杀人不眨眼的 是为了 我说杀人不眨得了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